这个要改一下 所以说这里边这个逻辑判断的就是这样 具体它是怎么走的 我们回头自己在做的时候 用断点往里边跟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单纯的用这个嘴甲 你可能会要晕 他这个逻辑当时借贷的时候怎么办 当时均分的时候怎么办 当时个人的时候怎么办 然后又选多人的时候怎么办 你知道吧 这个逻辑一定要写好 这就是他选择这个消费人这块 这块就是稍微复杂一点 咱们回头用断点自己跟一下 其他呢就是消费性能备注了 对吧 这个没有什么 点了就保存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代码写的虽然很长 对吧 但是基本上还是用了咱们前面前面那几块东西 对不对 没有跑掉 然后这个有个根据用户名 根据用户的ID获取用户名是吧 这个方法我们还没有 我要去找找过来 把它给复制过来 因为我数据库里边存的是 是消费人的ID对不对 我没存直接真实人的姓名 所以说我在这里边会把ID要拆分开来 获取他这个真实人的姓名 对吧 然后我去把那个方法先给复制过来 省得他这点要报错 那个方法呢 在user里边 然后我control get user name 所以说咱们这个封装你看这个方法 说白了都是在上面直接改点设计语句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说你底层封了稳一点 上面改动就会很顺手 我们把它直接沾到这个后边算 get the closer 因为我在这里边你可以看到我这里边存的这个消费人还是 还是有一点奇怪的 我存的消费人你看到是这样的能够好 所以说我要把它按豆号拆分开来 我直接存到一起了 因为一般的做法 有时候是单独在弄个表 再做一个外件关联 那个表关联的是这个消费的主件ID 这样的话到底几个消费人 我嫌麻烦 我直接集成到一张表里 我就没有单独再列一张表 这样省一点事 但是查的时候就麻烦一点了 你先要把它给拆成数组才可以 这样的话这个方法应该就不报错了吧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地方要报错 这个就是正格表达式对吧 这里边这个就是判断这个金额输入的正确与否 对吧 你不能够胡乱输入一个中文字符 我这肯定要教研不能通过 另外一个这里边注意一些 我还做了一些特殊的这个设置 看到这个没有 获取焦点对吧 你比如说在你这里边 我们点取消 在你这里边选项非常多 对不对 他某一项漏填或者填错的时候 你要给他提示 对吧 你提示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单纯的就给他 你内容很少 你单纯的打个提示就完事 对不对 当你内容很多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内容很多的时候 我在这里边获取焦点 你最好最好获取焦点 让他这个颜色变一下色 要不然你这边就这样胡乱一提示 他怎么知道 还要去找半天对不对 这样的话 客户体验就不是很好 所以说这种稍微细节地方 也注意一下 你这种这么多 你随便一个提示 对吧 找了他就很密码 你说咱们再选一个交通 然后再找一个不甜 你看消费人 你这边调变个颜色 对吧 这样的话客户体验好一点 直接用这个获取焦点就可以了 request force 然后把他焦点 一些以前设成force 你给他继续设成fot 让他能获取焦点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 也就是一堆的业务逻辑 那个数据校验 什么检查用户名啊 之类的这些 然后这个类别 我们引进来 这个就是自动完成了 对吧 这个自动完成呢 很简单 就是你实现他的这个一个 这个是自动完成的这个点击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绑定是如何 来看一下他这个自动完成 是如何完成 我们点点起来 这个吧 应该是 设置最后他的这个 因为你自动完成之后 他这下面不是会出来这个item 看到了吗 那个点击实践你要选上 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对吧 打个胶 对吧 这个item 处理的就是这个实践 然后这里边我们是把它设置了一个adapter吧 对不对 直接绑定adapter 剩下的就 这里边就不用管了 其他都是他自动帮你完成的 你看 所以说他这个空间封装的比较好 你设置了adapter 什么其他的基本上就不用管了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 对 是吧 然后这个adapter里边 他为什么知道显示是你那个名字什么 还记不记得咱们那边 说写的图词证 对吧 这个别忘了 然后继续往下 还有这个什么要 哦 这个是选择 这个用户的选择呀 他之前的那个adapter是不能用的 因为我这个布局有点不一样 用户我这个选择 我不是只放个名字吗 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吗 用户的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消费人 对吧 我这是 哦 有点慢 我这是把它单独弄了一个adapter 因为它跟那个列表的显示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直接把它给复制过来 咱们用就行了 我专门弄了一个 这个刚 哦 这个是 除了不是消费人 应该是这个 账本 账本我那个显示跟那不一样 因为我那个会变颜色嘛 我这个又弄了个简单的 adapter 直接复制过来 这个adapter跟咱们平常做一模一样 把它删掉 这个被子引进来 鼻子面子引进来 啊 把什么实体类 这个布局也要弄进来 专门针对它这个 这个弄了 还有一个布局 啊 是这个吧 slide item 把它粘进来 然后我看这块 要引一下 好 这个adapter就不够送 就是我们直接引 应该后边还有一些adapter download list 这个 还有一个布局 例子 slide download list 这个布局 我们也给它弄过 这个吧 这个download list 这个机器做出 它这个用户 或者是这个账本的list 这个起的名字 有点不太容易理解 我们在做的时候 把它给命名了更规范一点 adapter 类别的 然后类别的选择 我们也是单独的一个布局 因为它们的布局 跟咱们之前用的 都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继续 把它给找过来 类别选择的这个布局 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slide的list 是吧 直接弄过来 粘进来 好 这个也不报错了 这个先前的都一样 选择呀 然后还报了一个 什么错呢 在这边 小写是吧 这个我们看 这个不就是选择用户那个吗 我们返回的这个值 是什么值 它选的是一个值 我们返回真正保存的值 应该是id吧 对不对 所以说我弄了一个 这么一个id的这个字符串 然后 把它这个之前选择的 这个用户便利 是不是用拖号分隔 开把id 对吧 存的时候存到最后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前几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这个应该能理解吧 好 这个应该就没事了 就不会报错了 那么我们应该就可以来运行一下了 还是老规矩 我们先把这个数据库给它删除了 看我们这个最后的保存 是否是正常保存了 删除这个数据库呢 还是下面这个 不能够删错 上次就删错 删除掉之后 我们那个 Activity man也要处理一下吧 那个东西要给加上 继续放开了这个屏蔽 再往下放一下 我们这个模块 现在实现了越来越多了 对吧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能否更长运行 直接报错了 这种直接报错的情况啊 我估计很有可能就是刚才粘贴的这个资源 还是没有及时发新进去 这样我们 把字符再增加一下 再 再保存一下 让它重新生存一下机 哦 有一个新activity 还没配是吧 看 这个不报错了 因为我们刚才一直不停地在网里边粘 粘了 字符 改 没 没改过字符 所以它可能 这时候它就不给你生成了 另外一个 我刚才这边少配个东西 这个 activity 没配进去 是吧 我们来配一下 所以那是 payout 是吧 改成payout 然后呢 我们其实还少配东西了 对不对 这是不是没配 我们还有两个表要生成的 对吧 一个是payout 这个表 还有一个表 叫什么样的 这个吧 直接复制 这两个表的应设 要配 不然你们试图 就生成不了 而且你先后顺序 还要防备 这个肯定不能提到最前吧 对不对 关联的表还没见呢 你就试图上去关联表了 到时候就要报错 好 我们来运行 看看这次能否 然后顺利点 直接一次就运行成功 记录消费 哦 这进来了 这是默认账本吧 我们对他这些东西来验证一下 我们再来填一个 新建一个账本 比如说 FF 然后把它设成默认 看进去之后 是否加载 是我们默认账本 是吧 因为我这边做了特殊处理 把默认账本加进来 为什么呀 比如我这段去北京出差了 我肯定天天用的是北京账本了 结果你给我 被加载第一名的上海账本 天天让我在这儿改 你说你要是设计成这样 你说哪个用户用 哪个用户不得骂你 是不是 所以说一些很细节的东西 你要多考虑点 替他考虑好 要不然你真的按照这种顺序 给他排 天天那北京出差 上海账本排第一 他用了肯定不爽 是不是 所以说细节地方要注意到 然后咱们的输入金额呢 来试一下 二十三块吧 比如吧 确定 到前上了 类别呢 我们来选一下 比如选一个早餐 选上了吧 日期 日期这里你给他加载 默认加载今天的日期 你不要给他围空 搞了明明今天记账 天天的还得进去 记一次选一次 这时候 谁当程序员 谁又该骂了 是吧 所以说这种地方要考虑到 计算方式 默认把均分加载进去 是吧 或者个人 啊 这都没问题 是吧 咱们就按均分来 然后选择消费人 相三 哦 报错了 看来还是有点问题啊 我们这时候就要 你看先前咱们这个是不是 不报错的 我们这时候就要回去 去看一下的这个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很有可能是那个速度啊 这个初始化可能是没初始化上 哪一段啊 这个是什么 嗯 跳过来 哦 他怎么跳到这里 他这个就是有点问题 因为你看明明这个报错了 他因为你有一模一样名字的这个 远码 他往这里边跳 所以说我们暂时先把这个给他 close 关一下 我们再去点他 对 你看这时候就打开队了吗 他这个反正 eclips这个工具还是有点 有时候总有点想毛病 呃 资源这个慢这个为空是吧 但是他在强行转换的时候 这边就应该报错呀 我们来看一下 转过去之后 然后那个linder 里边没有那个东西吧 我们来看一下 在转的时候 我记得应该是直接就报错了 我们加载是什么布局来着 这个吗 linder 这个居然没有报错 因为我记得好像强行转换布局的时候 你转换的不对 他会给你报错的 哦 我们还在 什么 但是刚才点了 他不是定位到这一行了吗 哦 那还 诶 是不是这里 和二星的运行到这里 是啊 特别定位也是定位到这里 没事 咱们先转一下 然后再运行一下 看一下 我先去查这个布局 先再去查一下 看它到底是什么 你说这边 即便你是一模一样的代码 你这么找过来了 哦 这个是线性布局是不假 那么咱们那个为什么就是相对布局 哦 这个也是线性布局 怪不得 好吧 好吧 这下应该就不得报错 我们再来应用 哦 什么地方 没改完吗 刚才 咦 这个地方 Color 我放的是 哦 这个也要 扮行 这个扮行 也要定 线性布局 这样的话 还有 还有错 这里 不实话 这个搞了 改了一点 有关联的地方 都出错了 这个 出去 过 估计还要删一下 进来吧 先点个人员管理 查询交费 再 进来选 这样 张三 李氏 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